韓聯社報導 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發表報告 指北韓去年曾因防疫射殺幾名中國人 報導說 北韓自2020年8月起 在邊境1至2公里範圍內 設置緩衝區 要求無條件射殺接近該地區的人和動物 以保護社會安全 北韓緊急防疫司令部同年9月 還下達射殺後焚化處理指示 一名南韓公民在西部海域 遭北韓軍方射殺後並焚屍 報告有批評北韓屬於一黨專制的 封建皇朝式極權主義、獨裁政權 民眾市場被肆意逮捕和拘禁 並在政治反收容所嚴刑逼供 強制勞動等種種問題 自由之家在1973年起 每年發布對各國民主自由狀況的年度評估報告 在滿分100分之中 北韓的自由度指數只有3分 處於佔底水平